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主黨火箭襲擊以色列12名青少年喪生國際譴責 70年來最重大升級美國將設駐日司令部對抗中共 委內瑞拉選舉登場 反對派呼聲高漲 專家擔心馬杜羅竊選 中國長沙駕車撞人案至8死5傷 被爆是維權者報復社會 大家好 歡迎收看全球新聞 週六 一枚火箭襲擊以色列控制的戈蘭高地 造成12名兒童死亡 數十人受傷 以色列表示 將就此事件對真主黨實施報復 白宮譴責襲擊 同時呼籲各方保持克制 來看報導 週日 在戈蘭高地 以色列數千人為在火箭襲擊中喪生的孩子們舉行了葬禮 氣氛悲傷 週六 一枚伊朗製火箭擊中戈蘭高地的一個足球場 造成至少12名兒童和青少年死亡 目擊者表示 事發突然 人們聽到了警報聲 但來不及逃生 在這十十五年 會被捕捉到警報 當然 如果人們被捕捉到 人們被捕捉到 人們被捕捉到 然後 人們被捕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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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所有的情報 都被捕捉到 人們被捕捉到 在一旦的難度 而且 人們被捕捉到 我會有任何的難度 人們被捕捉到 人們被捕捉到 事發後 以色列指責 利班辰 真主黨所為 真主黨方面 雖然否認對襲擊負責 但以加強戰備 應對以色列的報復行動 以色列陸軍參謀長哈勒維 週六視察了襲擊現場 表示經鑑定 襲擊確信是真主黨所為 以色列週日舉行了內閣會議 以色列外交部隨後表示 真主黨發動了火箭襲擊 已經跨越了所有紅線 預計役軍將對戈蘭高地襲擊作出強烈反應 同時希望避免全面戰爭 我認為這很驚訝 他們的孩子們發生了 事件發生後 美國 英國 德國 法國等西方國家 紛紛對真主黨的恐怖襲擊進行譴責 與此同時 美國政府也在聲明中呼籲雙方緩和衝突 避免中東戰爭升級 尼巴嫩政府表示 希望美國敦促以色列保持克制 挪威駐里巴嫩大使館表示 尼巴嫩珍珠島和以色列之間的衝突已經升級 敦促其公民離開該國 週日 日本和美國外長和國防部長在東京舉行高級別會談 討論加強防禦合作 會後雙方發表聯合聲明 言辭批評中共 週日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斯汀 與日本外務大臣上傳楊子 防衛大臣牧原忍一起參加了2加2安全會談 這是日本和美國首次單獨舉行部長級會談 重點討論核能力在內的延伸威懾 日美會談後發表聯合聲明 指責中共 中共加緊嘗試通過武力或脅迫 單方面改變東海 南海 台海和區域現狀 且中共外交政策旨在以犧牲別國利益為代價 重塑國際秩序 奧斯汀還宣布 對駐日軍事指揮結構進行重大調整 日美兩國部長還討論了雙方在軍工領域的合作 例如增加出口到美國的 愛國者3導彈產量 補充美國因援助烏克蘭而減少的庫存等 日本一直在加速軍事建設 並加強與美國和韓國的聯合行動 週日日韓美三國防長還簽署了一份加強三國安全關係的條約 日本防衛大臣牧原仁表示 這標誌著在南海緊張局勢不斷升級的情況下 三邊關係進入了新階段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嚴峰榮譽綜合報導 週日 美國宣布計劃將在日本設立新的軍事司令部 旨在加深與日本部隊的互操作性與合作 共同應對中共的戰略威脅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 在週日舉行的美日2加2安全會談上宣布了上述決定 位於日本的新美軍司令部 最初將有一名三星上將領導 負責協調與日方的軍事行動 奧斯汀表示 未來不排除由四星上將領導該指揮部 這意味著 在日本的美軍司令將擁有更大的作戰指揮權 駐日美軍不必等待位於夏威夷的美國印太司令部發出命令 而是可直接聽命於日本本土的美國司令部 這是歷史上的首次 在這次高級別安全會談中 美日雙方明確指出 中共是印太地區最大的戰略挑戰 因此 外界不難看出 美日此輪的軍事升級 無疑是為了威懾和遏制中共的擴張野心 我們強行抵抗PRC的努力 在北京海洋、南京海洋、南京海洋、台灣 中國的対外的姿勢、軍事動向等 地域及國際社會全體 有深刻的懸念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 成立新美國駐日司令部的工作仍在進行中 美軍計劃對東京附近的駐日美軍基地的現有行政總部 進行徹底改造 使其能夠指揮約5萬名駐日美軍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易靖綜合報導 下面請看本期的國際聚焦 委內瑞拉大選於週日開啟 民調顯示 反對派候選人剛薩雷斯 以壓倒性的優勢領先總統馬杜羅 本次大選 委內瑞拉人民渴望變革 委內瑞拉曾是富裕的石油國家 但在前總統查韋斯及其繼任者 現任總統馬杜羅的領導下 實行社會主義政策 導致國家國內生產總值縮水了80% 民不聊生 面對民調大幅落後 總統馬杜羅警告說 如果他領導的委內瑞拉聯合社會黨失敗 國家可能將進入內戰 拉美安全問題專家胡米爾認為 馬杜羅無法贏得選舉 他推測 社會黨可能會訴諸大規模欺詐竊取選舉 委內瑞拉反對黨一直抵制2018年的選舉結果 認為2018年選舉不自由 不公平 印度媒體報導 總理莫迪可能在8月出訪基辅 這將是他自俄烏戰爭爆發後 首次訪問烏克蘭 而幾個星期前 他剛剛到訪莫斯科 會晤俄羅斯總統普京 俄羅斯2022年入侵烏克蘭後 遭到西方國家的制裁 但印度沒有間斷與俄羅斯的貿易往來 同時尋求加深與西方各國的關係 並呼籲俄烏通過對話和外交手段解決衝突 加州森林野火本週迅速蔓延 這場被稱為公園大火的野火 週三在加州首府沙加緬度以北齊科市附近爆發後 截至週日已經席捲了四個縣超過35萬英亩的土地 成為當前全美最大的一場營火 目前僅10%得到控制 此次森林大火被懷疑是人為造成 嫌犯42歲的齊科市居民羅尼迪恩斯托特 已因故意縱火被關押不得保釋 並定於下週一出庭 當局表示 有目擊者稱 這名男子將一輛燃燒的汽車推入一個沟壑 逃離迅速蔓延的大火 近日 美國司法部起訴了佛州華裔男子李平 他涉嫌密謀充當中共代理人 向中共國安提供在美國的法輪功學員 及異見人士的信息 李平的攻擊目標之一 佛州聖彼得堡法輪功學員 劉先生日前接受本臺專訪 他談到了他被騷擾的經歷 在那段時間裡 我確實收到了來自南佛州大學 電郵系統的一些騷擾信件 當我要求我們的IT部門檢查時 他們發現這些郵件 是從主校區的一台公共電腦上發送的 Shareward表示 他在南佛州大學工作期間 李平也恰好在這所學校學習 而他居然因為公開譴責 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 就成了李平收集信息的目標 這令他非常吃驚 我只是一名坐在辦公室裡的研究員 我看了起訴書 我看到聖彼得堡的名字 真的讓我感到驚訝 聖彼得堡只有兩位法輪功修煉者 我從1997年開始修煉法輪功 我們都是當地的義工 聯邦特工上週逮捕了李平 如果罪名成立 他將面臨最高15年的監禁 這是一個自由的國家 我們受到美國政府的保護 他們中共間諜做了很多干擾我們的事 而且都是在暗中進行的 Shareward表示 中共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已持續25年 作為美國的法輪功學員 他所做的事情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讓民眾了解這場迫害的真相 在中國 法輪功學員沒有發生的機會 他們做的任何事情都可能令他們失去生命 可能被中共活摘器官 我們在這做的事情非常簡單 只是希望讓人們知道 過去25年來中國發生了什麼 在這25年間 如此多的民眾被中共殺害了 李平案指示中共將對法輪功的迫害 延伸至海外的案例之一 近日 洛杉磯親共僑領陳軍和林峰在紐約認罪 他們於去年5月被捕 被指控作為中共代理人 參與了中共針對紐約法輪功實體的犯罪陰謀 他們將面臨24至30個月的刑期 也可能被剝奪美國公民身份並驅逐出境 新唐人電視台華府記者站採訪報導 中共三千億國債推已就換新 專家不看好 中國經濟持續下行 內需不振 民眾消費降級 中共當局計劃安排三千億元超長期國債資金 支持設備升級和消費品已就換新 不過分析認為 這一舉措對刺激消費和投資的作用有限 還會加劇產能過剩 中共發改委和財政部日前聯合行文 稱統籌安排三千億元超長期特別國債資金 其中將近1500億元用於所謂支持企業設備更新 而且取消投資總額下限要求 此外 向地方安排1500億元資金 用於補貼替換舊家電 舊汽車等消費品 當局宣稱 三千億元將在八月底前全部下達 美國南卡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認為 當前中國內需疲軟 中共當局試圖通過補貼企業 推動企業設備更新 可能進一步加劇產能過剩 7月26號 中共國務院宣稱 未來五年 央企將安排大規模設備更新 總投資額預計三萬億元以上 他在為了支撐中國大陸 今年所設定的成長5%的GDP在做準備 他必須要先滿足經濟增長的 統治正當性的一個基本依據 但是可被帶動整體性質的話 那當然還是必須要看後續的政策 以及就是消費者買不買單 為刺激消費 當局提高了已舊換新的補貼標準 其中個人報費舊車購買新能源乘用車的補貼 提高到2萬元 燃油乘用車1.5萬元 在家電已舊換新方面 補貼標準為產品銷售價格的15%到20% 現在中國政府想要透過這種方式 其實還是要回歸到整個市場的整體的消費信心 它比較是牽涉的那種一般的消費者 這種成效不一定 按照它補貼的情形 不一定現在中國大陸的老百姓消費者 願意這個已舊換新了 還有一個問題 我覺得中共電動機車質量不夠 發生自然現象 中共的新製生產力是用中國老百姓的命 和錢來圖電肯定是抖不下去的 那現在中共推出這些投資更新也好 甚至換代也好 仍然是一種從政府來干預 而不顧市場的需求 也不顧企業真正的需求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夏敦喉 王彥喬採訪報導 下面來看本期的兩岸掃描 7月27號凌晨 湖南省長沙市 發生蓄意駕車撞人案 造成至少8人死亡 5人受傷 據知情者披露 肇事者土地被強行征用 得不到補償 長期維權遭到打壓 衝動之下報復社會 當局通報稱 肇事司機已經被控制 但未提肇事原因 據知情人告訴大紀元 當地政府20年前開始強征土地 而補償款至今沒有到位 趙氏司機一直堅持上訪維權 但每次遭到打壓 事發後 社交媒體上的相關消息 遭到當局封殺 7月28號早上 中國湖南省衡陽市南越區發生山體滑坡 部分房屋被沖毀 網傳視頻顯示 山體滑坡造成的泥石流沖下山坡 村民束手無策 當地壽月鄉月林村一家民宿被泥石流沖毀 官方通報稱 泥石流造成21人被埋 其中15人死亡 6人受傷 實際傷亡情況不明 中國股市持續低迷 北向資金持續流出 7月25號 A股三大指數集體收跌 戶指跌破2900點心理關口 26號 北向資金再度減持A股 截至7月26號收盤 北向資金本月內累計已減持287.8億元人民幣 若不考慮下週剩餘的三個交易日 月減值額已為年內次高 僅低於上個月的444.4億元 近日南京工業大學發布通告稱 35名研究生因未在規定的最長期限內完成學業 被該校退學引發熱議 大陸高校清退學生屢見不鮮 6月中旬 一名中國醫科大學的博士生在網上求助 他說1800名博士生經過嚴格考試被召進學校 在五六年間完成了規定的所有課程 但在臨近畢業時卻被要求簽署退學協議 有網友表示 這樣做校方是最輕鬆的 也是缺乏責任心 把人招進來又把人踢出去 讓學生承擔所有損失苦了這些學子 專訪前FBI專家對抗中共輸出網控 美英多管齊下 前FBI信息技術部執行副主任詹姆斯特加爾 近日接受本台專訪表示 中共在向全球輸出獨裁科技 美國需要採取多管齊下的方式遏制 中二 美國國會中共問題特別委員會舉行聽證會 討論了中共透過防火長城加強國內資訊監控 並向全球輸出獨裁科技 給自由社會帶來的威脅 在過去十年中 中共當局已向全球80多個國家出口了審查和監控技術 美國聯邦調查局前信息與技術部執行副主任詹姆斯特加爾 對本台表示 這是中共政權的一項既定策略 特加爾擁有20多年在FBI調查和解決網絡犯罪的經驗 目前是Optif安全公司副總裁 主管網絡風險、戰略及董事會關係 他認為中共輸出技術監控 試圖謀控制自由社會的民眾 中國共產黨、中共極權政府 正試圖通過技術輸出 並嘗試成為他國互聯網的一部分 將這些小國家輸出其數字極權主義理念 中共正在向這些國家的政府展示 他們可以通過這樣的操作來控制其國民 那麼自由社會應如何做才能避免受害 特加爾提出了美國的應對策略 一方面通過為這些小國家提供多種選擇 讓他們理解開放互聯網的好處 讓這些國家認識到 這開放互聯網無論對他們的公民還是經濟 對所有這些領域都有好處 另一方面 美國因從軍事和私有公司兩個方面 來對抗中共對海外互聯網的滲透 美國的私有公司在這些地區運營 因此他們在這方面也負有責任 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採取多管齊下來應對 二十國集團財政首長表示 全球經濟可能邁向軟著陸 警告戰爭與衝突升級可能危及這個前景 而更多的全球合作可讓經濟成長更穩健 今年第二季 iPhone在中國的智慧型手機銷量 四年來首度跌出前五 中國手機排名前五名的品牌分別是 Vivo、OPPO、榮耀、華為和小米 而蘋果iPhone出貨量下滑 市佔率縮減2%至14% 排名退至第六 外商抱怨台灣封定國產化政策違反WTO規定 引發歐盟高度關注 歐盟二十六日正式EWTO要求與台灣 進行爭端解決諮商 台灣經濟部表示 封電國產化政策朝松綁方向前進 將在下半年確認本土產能後 評估水價基礎葉片開放進口的比例 持續和歐方溝通 凱米颱風峽暴風雨重創南台灣 台積電表示颱風期間 北中南各廠區生產正常沒有受到影響 高雄建廠中的二奈米廠也一切均安 另外德國之聲報導 台積電位於德國德勒斯登的晶圓廠 將在今年秋天動工建造 據瞭解德國廠會以二十二奈米製程為主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古羅馬第一條高速公路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周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布 將意大利首都羅馬城南的亞壁古道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這是意大利第六十個被列為聯合國文化遺產的古蹟 亞壁古道以羅馬監察官阿皮烏斯 克勞迪烏斯凱庫斯的名字命名 連接古羅馬首都和東南部的烏陵迪西鎮 堪稱古羅馬第一條高速公路被灌以道路女王之稱 全長超過563公里 古道邊分布著紀念碑陵墓以及古羅馬教堂 如今是著名的旅遊景點 凱庫斯在公元前312年下令修建這條軍事道路 並完成了第一段工程 條條大路通羅馬 古羅馬帝國發達的交通道路網路 為其數百年的統治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徐哲李柯月綜合報導 感謝您收看這次的新唐人全球新聞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我們希望大家 acute care 新唐人公式Mus吃 第一個就網路上署